下雨天学童下课过马路 警察局妇幼队远警们立刻协助交通指挥 紧盯学童过马路的安全 同时宣导汽机车里让学童和行人先行过马路 可爱的警察大头娃娃也和妇幼队志工们一起在门口宣导 教育学童们行人友善的正确观念 由于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成为谢国良市长上任后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安全过马路上下学的重视 因此在寒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议员 特地和第二副召集人联恩典议员以及小组成员 韩世育议员特地到信义区东信国小 关心视察由警察局妇幼队负责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的实施 肯定也感谢警察局长张树德 以及妇幼队长吴静怡的认真执行 我也很感谢我们妇幼队的 我们吴队长带领的团队 尤其在这几年来对我们协同的妇幼问题 非常的尽责 而且我们到了现场也一直在推这个政策 然后也从这个政策 我们来让小朋友从小就教育他们 能够养成一个手法相互礼浪的一些观念 让他以后长大的时候 同样的把这个好的一个习惯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让我们打造我们基隆市成为一个 友善城市的一个城市 那再次我也感谢我们基隆市警察局 带领的妇幼队长期来对 妇幼儿童工作的努力跟辛苦 可能有的人我们走到这个开车开到斑马线 行人还叫我们先走 我想这是一种习惯问题 那这次我们市长小爱爸爸推这样子的政策 让我们行人这个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也告诉自己行人优先 只要是绿灯的可以走 我们就优先那赶快过 那我想这样的习惯继续继续养成 然后我想也特别感谢这个妇幼队 这个吴队长带这么多的同仁 然后一起来关心这个小朋友下课 特别是今天在第一天 就有这样子好的这个气象气氛 我想这一次维持下去对我们行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大的益助 如果有看到这个学童行走的部分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礼让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接下来 这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那为了我们学童的安全 我们包含说人行道或者是相关的 这个旗楼的部分 我们尽量还是要让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行人或者是我们学童 那行走方面的话更加的安全 而且顺畅 妇幼队队长吴静怡表示 警察局张树德局长非常重视市长谢国良 推动的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 因此特别指示妇幼队等警察局各单位 务必做好维护及宣导的工作 而对于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们 亲自到学校现场关心和肯定 警察局妇幼队由衷感谢议员们的支持 警察局要落实市长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我们这个互同专案其实一直在做 那现在只是说我们把它扩大办理 户佑队现在在这个学期都会到东信国小来执行这样的互同专案 那其实我们其他的分局派出所也都排除万难的在做这个互同专案 那就像那个赵喜仁所说的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将守法的观念升值于心 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建议温暖有爱的一个城市 一定会很快达成 东信国小校长曾树华也认为 这项行人友善的政策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从小杂根 学习里让行人优先的正确交通观念 透过外在的行为改变到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相信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内心都种下交通安全 人人有责 从自我开始做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跟规范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惠议员强调 市议会一向非常关心重视各级学校 各项教育及校园安全等问题 也关心妇女及幼童和儿童的各项权利及安全的维护 因此对于警察局妇幼队认真执行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政策的推动 给予高度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